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股速遞 身邊嘉賓請來Pierre為我們介紹新股 Pierre你好 Jacy你好 近來大家都猜新股的熱潮 當然沉醉在越民的世界 但除了越民,還有一個聲勢浩帶 就是雷蛇電競公司 因為有李嘉誠超人家詞 所以大家都很留意這隻股份 不過也有些沒什麼聲音的股份 例如就是這隻 玩具零售商海資落國際控股 股份編號2122 今天已經開始正式招股 他就做這個玩具零售商 但我們都看到它的細節是怎樣 就是股份發售價介乎是每股1.5至2.2 每手2,000估計上限定價 入場法是4,444.34 星期五截止應救 分配結果 以及發售價在下星期四公佈 然後是10號掛牌上市 海通國際資本是他們的上市獨家保陷人 抹先從基本面 等阿Pie去分析一下這間公司 有什麼投資價值 這間公司大概市值十多億左右 如果上市的話 12億到差不多17億左右 主要都是做一些關於玩具 分兩大業務等等 一些組裝玩具 木製玩具等等 而另一方面 也是做一些嬰兒類的用品 包括BB車 BB椅子等等 這些類型的產品 它裏面本身有幾個自家品牌 Kissland和Babyland 加上亦有和其他外國相關的玩具製造廠 亦有合作 譬如落高、自高等等 有做一些相關零售業務 而它去年2016年的收入 大概是16億左右的港幣 即比起2015年 有一個差不多5%的升幅 但留意一下 其實它本身的日理方面 其實是在下跌 下跌到差不多1.7%左右 這件事大家都可以留意 嗯 好啊 但都留意到 美國那邊 孩之寶就說 Toyzer XR倒閉 其實對它們影響很大 所以發了一個刑警 現在還有這些玩具零售 是不是都沒有什麼運行呢 很dependent 因為始終最近來計 其實都是有些 手機方面的佔比 是搶了很多不少客戶 但是實體上那些傳統的 例如落高等等 這類型的玩具 我覺得又未必會 立即有這麼大的萎縮 加上它本身也是做一些 BB車 主要是燒到香港 內地等等的地方 我相信暫時看 業務都算是OK的 但剛才你也提到 說LEGO業務佔海之落 收入大概六成 對它影響很大 那麼去年就和LEGO 落高那邊簽訂的分銷協議 沒有部分的分銷權 這個有沒有一個隱憂在這裏 這個都有少少 但你說實際上 對於它可能佔比方面 會不會很快 一個大幅度的回落 我覺得又暫時沒有這樣的趨勢 暫時沒有這麼一個trend 那這隻股份是否抽好 這隻股份 你說都搭著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 你說在雷蛇 甚至乎粵民等等 這幾間比較大 明星的企業 你說這間一方面 雜資又不多 你說抽不抽的話 都可以相確的 你說如果再有其他相關的數據 看著相比同業來計 好像說869彩星玩具 輕利集團114 甚至乎413 南華集團等等 相對來講 市盈率 這隻稍稍是偏高一點 你看回2017年 如果預測市盈率來計 都差不多去到15倍以上 你說同業 15倍到22倍來計 以同業來計 差不多13到16倍來計 是稍稍偏高一點 這件事我想大家都可以留意 好啊 抵就不算抵 多謝P.A.你詳盡的分析 先跟你談到這裡 休息一會 春夏回來會有全日總結價 再見